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回一些新闻吧 昨晚美股上升 主要的焦点是小飞龙ADP的报告 减少了276万 其实就比980万预计好 减少了980万 所以指数上升 比预期的数据现在股市就有好反应了 坏的数据好像暂时都是自主不利 上升 好像连续开了几个股市都上升了 上升的趋势是挺明显的 现在的官员 财政部或者其他部门的官员 甚至联储局或者投资银行 都开始玩什么呢? 把数据捕细了 预先港差 然后就博开大 譬如现在第二季GDP 亚特兰大联储银行 那位大班说已经可能会跌到53% 挺恐怖的 如果第二季跌到53% 明天公布的就业数据 失业率高盛也估计会是21.7% 当然一个在左近 到时开得没那么差 股市又爆升 大家都希望 大家其实都知道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 已经增加到7万亿 我不让大家看的数字 总之每个星期都上升了 每星期现在是以450亿 增加的速度在货币市场上 有联储局提供源源不断的流动性 不少数字都开始反映 钱可能并没有从银行 落到需要的企业手上 因为有信贷风险 反而更多被利用到 借到需要投资的经纪 机构投资者 甚至乎一些中介 帮助大家赚钱 已经开始有分析员认为 大幅下跌的GDP 这个下跌了这么多 可能要到2023年才能修复大部分的失地 所以让大家怀疑 为什么现在的股市 已经可以提早完成这个反弹呢? 接着这三年的股市可以如何继续上升? 其实在货币市场操作 有些分析员也指出很多小分的数字 我不详细说了 他说在四月底的数字 并未如一般分析员所认为的量宽 使股市可以不断上升 他提出有一个叫做SOMA 就是联储局的网页 看到System Open Market Account 到底他买了多少 使得资产负债表增加了呢? 其实他发觉联储局的放水 已经在速度开始减慢 或者认为股市已经升得不少了 需要减少一下投机的程度 另外,信贷市场也有很多数字 比如包括这些资金资金 或者这些商业费 费费和秩序 秩序秩序的那些 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出现了 债务偿还的短期趋势 都是在降低那些数字 如果这些资金的供求的数字 就是联储局多了钱 在还债 减低了费费的需要 或者是出现的时候 其实可能互相抵消了 这些似乎有钱出来了的情况 原先乐观 使得对股市上升乐观的情况 可能会多了一个 你当作是获利的借口 我相信这几个星期的股市会有 看看是否会有所谓的获利的情况 这位分析员很细心 比较他拿回很多数字来看 就说这些数字 甚至乎很多的资金 都是在刚刚在08年底的时候 开始出现问题的情况 这些数字也开始在减少 而使得橙色线的S&P 也开始有下跌 拿回来比较 就是说现在在2020年 如果这些都是 见顶开始在收缩的时候 会不会使得上升的 大家以为现在牛市第一期也有人说 会不会使得这个向下呢? 我相信这几个月 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得到 那会不会是说这是一个下跌的原因 这些是拆得很小的去看的 从3月开始 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出了数以万亿计的拯救机 在这儿有2万2千 辅助中小企近5千亿 第三批现在正在工作就差不多 5千亿 另外这些基建是2万亿 甚至还有下面有很多万亿 大家都看到有很多数字 其实什么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债务出现 甚至这里有一个第二回合的 这些传统 也在说现在两档 在两个议院那儿 一个又要大一点 一个又要小一点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搞定 不过这条数字一直都会有出来的 其实也有不少的分析员认为 你有这么多的拯救资金 这些套件 其实很明显地会使得美国的持续不断债务增加 稍后也会无可避免地造成对金融系统的一些损害 就像著名投资者Ray Dalio那样说 他认为这个已经持续超过 可能是50-100年的一个所谓长期的债务周期 当最终达到不可以持续的水平 可能会引发一个很大的去杠杆的事件 通常涉及货币贬值 消除巨大的系统性调整 到时应该会有更多的企业违约 工人失业 甚至可能好像90年前大萧条那些翻版 希望我将来可以再详细一点讲解 其实就是... 我想大家这几个月也有听到我说的 我相信这次联储局是变成了 因为能计算的数据 他10万亿应该也能搞定 买到一个三十几万亿的股市 再下去的时候 因为问题是... 不只是他借的嘛 现在有多少人在借炒股票 你又不知道那些数据稍后才能看到 那里一缩的时候怎样呢? 再产生2月底下跌的时候 这次又会有很多钱不见了 又要怎么拯救呢? 到时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图表就显示了过去十年 美国累计5.48%就是扣除了通胀的实际经济GDP增长 5.48% 股市上升也扣除了通胀之后 大概上升1.6倍 下面这里就显示了 就是说联储局的注资行动在过去十几年 使得资产负债表增加了4.3倍 对比起这个股市上升的数字 其实这个仍然很大 就是说你用了这么大的数量 也未必可以提振到股市这么多 也反映了所谓的印银子行动 根本没有使经济增长有等同比例的好处 或者说到今天之前提到的 投资银行或者官员把经济数字说得很差 希望开得较好 可以把指数推得更高 使消费信心提高 其实这个摸口非 为了赚钱又是另一回事 使股市和实体经济完全脱节 好像有很多网友不知道 希望不是因为我说得让你觉得精神分裂 我认为最晚应该在第二季度盈利公布 大概是七月尾八月中开始 就会知道到时股票分析员 如何自圆其说 因为现在股票的4.5% 大家都不敢估计 金融系统仍然有很大的问题 指数可以进一步上升 但其实就使得泡沫更加大 下一次更加难拯救 说到拯救计划 有些人觉得自己得到的利益就很开心 短炒也好 有些人真的很需要救济 更加有极小撮的人就像这位官员那样 得到一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这位Mr.M是现任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他最近被人发现 他把自己有六千万的权益 一家公司的权益转到他父亲身上 这家公司正好是处理 他的投资组合380亿美元 这个投资组合主要是 投资在所谓的高息债券 或者垃圾债券之上 说到这里大家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相信很多基金经理都希望知道 政府消息 先在投资组合均排一下 真的这样也行 凡此种种 再让我想起这位 白宫之前委任的疫苗顾问 他就任之前在某M字公司 又是M 工作 然后国家又会投资数以亿计的资源 用这家公司去开发药苗 让我感觉到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 花费了国家很多财富 包括了数以万亿计的拯救资金 到底有多少钱 可以落到真正需要的人民手上 这个所谓拯救世界的无限量宽 到底可以拯救到多少企业 恢复到多少就业职位 还是只是让一些有钱人利用这个机会 可以在股市里赚更多的钱 借更多的钱再炒上 或者让他们之前输钱的投资逃出生天 这是我的问号 也可以让一些朋友偷鸡赚钱 很多朋友教我 或者更加让官僚系统继续利益输送 让这种股市可以走在实体经济之前几年的现象 或者更加容易令到穷人在社会产生动联的情况 不用问什么原因了 我真心希望美国的情况可以尽快安定我们 好了,好像说得太激了 太抱歉了 我说回数字吧 昨天的标期 这是标期的小时图 昨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时图10ma上升 今天早上在4小时的RSI 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天第一次上升到70 马上有回吐日线图 RSI还是去到69 短线再上应该也有回吐压力了 现在跌到4小时10ma大概是3100左右 我相信这也会有机会再盘整 再玩下一点 无论是20或者50再上 期指... 我给大家看一个小时图 这个星期六月 大部分情况都是10ma以上 今天早上跌穿了10ma之后 我们又看看过去这两个月 其实我画了一条红线 看看这是什么线 24,500 大家听我说了几次 23,500、24,500 早上下跌穿了 接着就下跌到225 现在上到24,500 这次就跟同学说这个区间 24,500以上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黑洞那样 我们这两个月也没办法可以过得到 结果是... 一开就跌下去了 接着跌穿了 譬如我们跌穿了10ma的四小时图 相信又要有你的盘整 或者很简单地画了一条粉红色线 这个就是23,500 23,500做底部的目标 继续玩上玩下 其实我们玩了两个月也在这儿 上个礼拜... 前两个礼拜就因为国安法 突然之间一旦害怕了下去 接着上来 现在你可以当... 我不画225 还是我仍然不画235 245 继续这样横行 因为很多因素 其他都会主宰到香港的股市 香港不会独善其身 我又画了一条线 为什么呢? 我50周平均线这条粉红色线 大概是2920 纠缠了很久了 两三天都未能分出胜负 这应该是稍后影响港股走势的 其中一个重要指标 看图表似乎想下跌 不过不是这样看的 就是A股 恐慌情绪指数没什么看 继续下跌的时候 其实也是支持股市上升的一个反应 有反扑的时候才再看 今天说一说十年债息 其实在日线图上 大家也看了我说了几个礼拜 都是0.8、0.5 没什么特别 今天有点事说 昨天是有一个阳租 这条是越过了10天、20天、50天平均线 大概是0.69 上去到0.77 这个其实是距离我们的0.8的上方 那个位置很接近 会不会是稍后再上升的时候代表有在险股市再上升呢? 稍后再看 另外我看到其实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过我说过 有一个美债20年美债 有一个TLT的定息的ETF 昨天跌穿了近期的支持位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要看会不会一跌 就是说债息上升呢? 会不会反映到一些在险市况的其中的指标呢? 要留意的其中一个 我们不会因为一样东西就会影响了大传部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交通关注的 债息上没有让美元指数上升 美元指数之前跌穿了 我们101至980半的 玩了两个月的波幅之后 现在美元指数持续下跌 我不懂得解释 很多其他问题 有些人说因为美元超发 所以美元跌了 但美息涨了 也看不到美股有任何问题 美息下跌的时候 美股涨其实也不是没见过 所以暂时继续留意 没什么可以看得到 金融类股份 XLF是我的灯 星期二我也有提到 大家要留意0.52430 结果聪明的投资者玩追落后 就爆穿了 昨晚上过了 在2430一过了就变成支持 虽然是灯 但一跌的时候也会反弹得很快 为什么大家追落后 现在200天平均线也挺远的 现在差不多是26.9% 有10%的 我记得有位网友 FAS 你又可以看一看 我不是叫你 不过你自己看一看 看看有什么可以做得到吧 好了,接下来说贵金附属了 黄金期货 只是两天多一点 已经由我们说的1760至1690 这个区间又玩了两三个月 信息两天多一点 已经落到1690 刚好 所以大家不看这些时候 不是画出来的时候 大家为什么去到60呢? 为什么又去到90 你可以说它是保利加通道 不过这样的时候 你也要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并且昨天第一次收了 在50天平均线1713以下 我们看到在日线图上 收低50天平均线 而没受到上升趋势 没受到破坏 就在4月1日就在两天之内回升了 现在我正在录影的时候 已经上了1717了 就好像好一点 这会不会又可以重新上升呢? 稍后再看 如果不是的话 稍后我们看到再有弱势 跌穿了1690呢? 那可能我一直都说了几天的6月 会不会有贵金属的季节性低潮的出现 如果是一季节性低潮 我们就看看会不会买入黄金的机会 譬如这些二十周平均线 大概是1650 大家可以划定这些区域 到时再看 我想一天不会遮一度的 周报之前应该也没那么快 稍后再跟进 白银期货 再来 很可惜这次的白银期货 没办法去到我们的目标 就是$19 只欠五个先 去到$1895 马上就已经轮轮下了 昨天的收市比10天平均线低 也很肉酸 这个$18 应该是初步见顶的讯号 大长银计划完成了 来到这里应该走 大家稍后再找机会再买 什么时候再买 有个网友问我 我这样走上去 不会这么快再买的了 何日均再来 大家要再看 我一定到时再告诉大家 如果即使看 用4小时10或者50ma的阻力 我想它会一直按下去 趋势应该会开始有利向 再抢的时候 就有聪明的人可以继续赚钱 我再看下一次 星期二花了很多时间说金银差 证明了有认真看的人就知道 我在想什么 昨天的金银差大幅上升到97.2 我们的4小时图 也是我最喜欢的 下跌了之后 这些区域就是我星期二晚说过 很多98、94几个 这些就是我一组 大家下次再做的时候 有施浪连到这里 刚刚下来这些位置的时候 我就看着这里上 下不到就要上去 上去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白银的走势会怎样 黄金的走势又可能会怎样 如果现在去看 他守住4小时的20ma大概是95.96左右 他上破了10天平均线 这些金银差大概今天在97.8左右 可能会告诉我们 你听到金银差就跌完了 金银差如果没有弱势的时候 可能向上就会变成银会很差 对金来说 黄金也倾向会有点弱势 我相信现在我们在图表看到 贵金属可能会有一些弱势 会不会因为股市可能继续上涨的影响呢? 明天星期五会有就业数据 开大开小之后 相信会有更明显的趋势 这样的贵金属的弱势 随时都会受到 如果股市有获利的影响 大家也需要有弹性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跌穿了50点平均性 他会快速收回上 现在虽然要上去 看看能不能收市上去吧 如果这样的时候 会不会股市又再险呢? 那变成... 我们说想在1650买也要有弹性 不要说到时候又走了鸡买不到的时候 又要冲上去1800可不可以买 这些都是跌得穿50天的 可能也要收回四分一半杯水 有弹性 要看过去这几个月 你看什么东西都快上快下得很重要的时候 隔天才能出报告 很难跟大家说到 大家要自己去看那儿 我也更加相信 甚至说我刚才说的1650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很开心地做 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什么大长沽大长银 都已经全部平仓了 大长沽输了钱 大长银赚了钱 准备下半年 因为美元可能有弱势 我仍然会看美元的弱势 希望到时能捕捉到贵金属的大升浪 到时再看看有什么长得再跟大家说 好了,又听到这里 又是朋友对话 前两天收到一个网友的意见 Benson Benson曾 我先谢谢你 暂时不要说了 他看得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 有一件事他说想说了很久 就是我每集做的封面照片都有隐藏的意思 绝非随手撿回来的相片 他说希望大家都有留意我的心意 是的,我很希望 真的浪费了很多时间 看到封面图片真正的意思 让我们的心思没有白费 其实就像以前我做了有几集《股神》的晚报 有没有人看到我放了什么在封面图片里面 挺有趣的 看到留言告诉我 好了,说到这里 千万要记得上面所说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投资经验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要量力而为 不要用杠杆 记得独立思考 有问题继续简短发文 继续看视频简介里的《end game》 和雷曼系列 有时间的时候大家稳父资深 记得要大大力点赞 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金融市场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